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起来有一个大的一个主题 很多人反映的 就是社会不公 就是怎么解决一个公平问题 这个里面你看医疗也好 教育也好 大家都在说不公平 其实每年也都在说 像有些街头采访 说实在的 有些个人 你想像下岗职工 问他 他讲的话就不好听 他说这个两会 我没那么大兴趣 因为开了好像我们还那样 跟我们实际也没什么 你自己想办法得找工作 你得解决我工作问题 我能挣钱 包括像葛老师最近还提一个退休 我就发现我作为主持人 平常会收到很多来信 一收就是四五十个 五六十个联名的那种 都是职工退休职工 他把你当包青天 没事 就是 往往他 我不知道是国营企业的 或者是事业单位 而且他们写的那个陈情 几乎都一样 就说我们为祖国贡献了几十年 突然就下岗了 对吧 好事全没赶上 这个代价全让我们给付出了 现在到了退休了 那个意思是退休金 是福利 一个月 有那点钱 根本没玩生活 孩子现在又啃老 靠着我们养活 等等 一群一群的这样的来信 这是不是也是您写这个的出动 那么这个个人关注点呢 当然会有跟自己的经历 自己的代表的界别 自己的了解的情况有所不同 那么我自从在上海 当那个政协委员 政协常委 开始就有不断的有 离退休的老教师 老教授 对我反应 那么你知道文佛弹 有个名教授 贾之方 对吧 这个钱 胡峰贩子 对 胡峰贩子 也获到92岁 那么这个是有名 他其实还是中国这个 最早期的 比较文学研究者 他这个 他不是就光是一个这个 那么他你知道退下来 前几年才多少钱 两千块都不到 一年 一个月 一千多块钱 一个月 一千多块钱呢 另外还有一个 所以他有的时候 他在这个不停的工作 写文章整理东西 人家讲 现在你就休息 他怎么说 我不做 钱过吗 因为什么呢 他的夫人 是因为受他的牵连 无分分子送去劳改 后来出来了 但是没有工作的 他夫人生病了 全是一个老头在负担中 就跟我们外界想 因为他名气很大呀 因为他这个 他说我没有办法的 我拿这个喜欢工作 我只能不停的写 把交通整理 我都掏几个 赚几个稿费还能活呢 后来他的夫人去世了 他一方面很伤心 但另一方面呢 总算有一种解脱的感觉 你说这多可怜啊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 我们现在去世那个蒋秀摩 蒋秀摩是 他的政治经济学书 印到一千万册以上 在那个时候没有搞费的 没有搞费的 没有版税的 对吧 所以他的退休金 也只有一千多块 不到两千块 所以我有一次 在上海开这个政协的时候 我就当了那个 当时的市委书记面 我就说 这个情况你知道吧 那么他说 哎呀 我对不起 我们不知道 对吧 他也不知道 那么后来呢 他就为了表示姿态 他跑到蒋秀摩家里 去威吻 春节 报上还登了 市委书记 去看他了 但是如果你看了一个 你能看两个 看三个吗 你解决得了吗 有普遍问题 那么所以为了这个事呢 我们还在上海受报决 这个人大代表 郑协文跟他 那个受报决 当面干了一讲 后来受报决怎么说呢 他说 我手里不是一点钱都没有 但是现在上海 把你们教授 都放到我受报决来 因为上海其实 这个已经做了 你知道吧 已经人家外地 那个事业单位人 退下来是归 人事局管 上海已经归到受报决 他说我受报 叫你老教授穷 老公人比你更穷 你一天都要 人家几百块 没错 老公人一年两千块 那你都放在一起 我自己有政策 要么你从我这里划出去 所以正因为这样 我看到 现在这个情况下面 国家还要做这个试点 上海已经撕出很多事了 所以我觉得 现在完全不应该这样做 因为咱们说到底 改革怎么改革 社会主义 什么叫社会主义 一般的情况下 是你已有的福利 又不是太高的话 又不是不动你的 你要是把 做加法不做减法 然后你要把下面的 慢慢提高 而不是说把你降低 那么现在这情况呢 前几天报上不是登了吗 全国的企业单位 现在它是个好消息 已经收入已经提高到 每个月一千两百块 那么它是一千两百块 企业 那这是历史原因了 对吧 那么好 现在事业单位 比如中小学教师 到大学教师 还有科研人员 那么他们退休金 一般多少呢 据我所知 比如上海 一般都用两千多块 到四千多块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把两个放在一起 什么意思 第一 你有本事 在短期内 把其一单位的工资 提上来吗 比如说提到两千多 平均利润有这个吗 那么第二 你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那么你把这个放在一起 不是挑动这个 大家直接 挑动群的动作 那就更厉害吗 那么你这一个办法 要把教师 或者这个事业单位 这回降下来 那么你怎么叫 教师 而且在这事先又说了 现在这个财政亏空 什么一千多亿 那你意思是什么 你没有钱来动我们教师 退休教师脑筋 所以你知道 这个消息传出来 人心慌慌 据说有些地方 五十岁过了老师 都想提前退休算了 为什么呢 现在他提前退休 还能拿到三四千块 如果以后真的 就变中了 那把我降下来怎么办呢 你如果不想降我 你喝在一起干什么 所以我现在不是说公正 我认为根本不应该 搞这样的改革 你要改革可以的 在教师业单位内部 对吧 怎么样先改 改到这个 把它的关系改顺 而且呢 你要尊重历史 你比如说 我现在六十四岁 对吧 你看看 我们工作的时候 才几个钱呢 对吧 我记得清清楚楚 1985年 我到美国去的时候 他们要我填一个 你在国内拿多少钱 那么我就填上 因为我当时算一下 当时三块多钱 一块美金 那我算一下 我五十几块钱 我算一下 我就多填一点吧 二十个美金 二十个美金 他说你是 小时智人是吧 小费吧 人家不相信的了 那我们这样起来的 那么现在 我们好不容易 最后到这个 付的退休养老金 实行没有多少年 你如果你要 要根据新的办法 那我们自己靠不了 所以这个过渡时期 你政府不错谁错 我们是都拿低 第一性当时 你是国家高级的情况下面 大半辈子都拿低 你现在回头要这样 比我更老的 那就更惨了 对不对 你要这样来看 葛老师这是帮退休教师说话了 对 那他这个 因为他在这会里 就属于教育组的嘛 教育组 我不瞒你说 每次开会以前 人家递给我的退休教 有调查数字 资料很多啊 他们真可怜啊 都希望你能够代表 替他们说一话 我们不能这个 对吧 不能 不要说是我一样 你从良心上 你都不一样 都是你自己老师 背前辈 他们 我们应该退 那么当然了 应该承认 有历史的原因 他们跟普通的工人 是有差距 我记得 在这个会上 有一次 这个中央派人来调查 我们在上海大厦 开了座谈会 有一位 委政协委员 他说他父亲 也是政协委员 他们都是起 当场就 我这怎么会 弄得我们现在 生活这么困难呢 这是我们的政策 有问题 那么 所以现在 最迫切的 是怎么样提高 这些企业 特别是 普通的工人 他们的待遇 你慢慢提高 反正我觉得 这是当务之 你提高的 跟教师差距比较小了 再来 而不是把教师 给拉下来 再来合起来 那么还有你不要忘记 还有一头呢 教师问 那么公务员 为什么不改革 你说对不对 那公务员呢 本来呢 应该讲跟教师差不多的 但是现在呢 公务员实行 阳光工资 就把原来的 津贴 都拿进工资了 那么其中 相当大一块 是可以退休 就带走的 而教师呢 可能外界不知道 比如我们教师 现在一般的学校 往往是津贴 比工资还高 那么至少津贴 占了很大的部分 但这个津贴 退休了就没有了 教师啊 教师啊 不容易 但是教育 现在也真的成问题 咱们去点广告 请格老师说说 腔腔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咱们既然说到教育 我看最近呢 好多人觉得 这个忧心如焚的 都是在说教育 太广了 就说要不要 我们这孩子完蛋了 对吧 然后中国的教育 就彻底烂了 甚至就是 李京说的是什么 学术腐败 对啊 我就说这个学术 最近这个 这个老老 刚才不说 不能说大师了吗 大师生扁一词了 我觉得那个前日子 就是就是包括那个 说的这个李辉写的 这个文化沙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 其实表面上 大家看的好像是 猎奇是什么 其实最重要的 其实他自己也说了 他很怕变成一个媒体的狂欢 大家去挖这些当年的隐私 实际上是什么 现在很多文化人 他变成了一种商业利益 这个刚才哥老师 是不是也是有身有体会的这些东西 我是觉得呢 现在全社会都关心教育 这是个好事 对吧 但是另一方面呢 也说明这个教育的确有问题 对吧 那么因为本来呢 大家习惯了原来这教育的方法 反正孩子只要考上学校 对吧 以前大学不但是这个 连这饭费都有啊 我记得这个六四年 我当时没有身体不好 没有办法进来 我到大学的同学去玩 在华东四大 还有他请我吃饭 我说你们大学吃的这么好啊 因为那个时候周重理讲的话 就把大学的伙食提高到十五块 这十五块 当然我们吃的都是八块十块 他吃十五块 我又又失落 我说真舒服 那是这样的 那么现在呢 大家都觉得比较的 什么都要钱了 但是另一方面呢 我觉得我们现在对教育 很多看法呢 也要前面 为什么呢 我们国家呢 都有一个不好的习惯 什么都讲典型 但是不大注意量化的分析 所以对这个教育呢 我到主上要有个 比较全面理性的评价 包括学生腐败 你记出来全是事 但是这里面到底什么要分析 所以我是觉得呢 不要随便说腐败 一部分呢 是说一 学风不端正 老师有责任 学生自己有责任 比如我几个例子 我曾经碰到 我们研究这个年轻的老师 我说你这个事情怎么不写 你用人家东西怎么不做明白 他说我用他东西瞧得起他 还做这个 那你看 还真真有词呢 还有呢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说写论文 要写一个这个学术上的经历 用了什么 前任用什么 我收到的博士论文呢 有的就没有这一部分的 这怪谁呢 老师没有教他 你说对不对 有的老师自己 那么还有的呢 这个以前的投机奇巧 对吧 那么这个 像这些呢 那么更加你要注意 中国以前有些修说传统 跟今天是不同的 比如我们清朝 清朝的考剧家 很多是不写人家成果的 很多影书呢 不是全文影的 是凭记影的 对吧 是这样 对啊 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建立 比较规范的修说规范 首先要教育 要告诉学生 告诉我们的年轻的学者 甚至包括我们这些人 你怎么样自由规范 哪些该做 哪些不该做 所以我觉得大多数人呢 之所以学风不端 或者说呢 不懂修说规范 但是您说的是一种情况 但是我们感觉到的是 可能是就是可以明确定 定义为这个 学术腐败的 什么叫修说腐败 我们要给他定义 我认为借助权力 金钱 去获得学术利益的 这才叫修说腐败 对吧 今天我一个学生投机起巧 那我不能说随便讲修说腐败 那教育 修风不端 今天如果一个书记 一个校长 凭借权势 这个剽窃 或者占用人家成果 这就是修说腐败 所以修说所谓修说腐败 跟我们社会上腐败一样 那他必然是跟权 钱 对吧 当了一个变相的钱 别美女 对吧 对吧 那总而言之是跟这些联系 并且利用了他手里掌握的权力 这才叫腐败 那么这些例子 的确触磨进行的 是啊 对吧 对啊你看 那么你现在如果这些不打接 不处理 那你怎么能够教育下面的学生呢 另外大家都感觉 法律秘密修说也来腐败 是 但是有一点不要忘记 如果一个社会腐败了 你能这样学校不腐败吗 就它还是一个大环境 对吧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老师骂这个抄袭 对吧 这个考试是作弊 那我请问 其他考试 社会上考试 有作弊吗 家长有没有作弊啊 老师有没有作弊啊 我有没有作弊啊 我也作过弊 您作过弊 对 你几个例子 比如学校规定普法教育 每个老师都要做什么一个卷子 对吧 这个卷子其实就是把标准 单给你提供给你抄一抄的 你说这事不作弊啊 然后我们全校都通过普法教育 甚至有一次我出差在位 根本没在考试 最后我也一个红本本 所以我也通过 你本身这样的吗 那么你怎么能够要求学生 就得不严格呢 但是啊 还有 我告诉你 我自己笑话了 我自己笑话不少啊 我有一次到内地一个大学去 我是星期天跟他做报告 我说很对不起啊 今天星期天让你们学生不休息 哎 但我们需要今天封了门了 不许我们出去 哈哈哈哈 你知道什么事 为什么啊 你猜猜看呢 猜不出来 封了是什么 为什么星期天学习要封门 而且要叫这个指导员检查 每个学生都在 上级检查团来了 是吗 是不是要检查工作啊 这当地的公务员考试 当地公务员考试 为什么不让学生出去 怕他们出去替考吗 是这样做枪手啊 做枪手啊 都是找大学生做枪手的了 还真是这样的 对呀 那么这样把你封在里面 至少减少一点 生命经学校老师还比较负责啊 学生也可悲啊 你看这个 那所以我说你单独 你也只怪学校 你也做不到 那么学生现在怎么说呢 我有说你们作弊干什么呢 你七十分也够非 他说我不作弊 人家作弊 那么人家拿九十分 拿奖学金 我老老师拿八十分 我拿不到 所以这种现象 但是根源在什么地方 那我就是说 因为上面有的就说腐败 我这里最典型例子 你大概不太相信了 您讲讲 我现在人家 因为我还算是呢 教育部这个社会科业委员 我的修丰建设委员 或者副主任 就是您是县管 不是县管 专业人士 这个不过是这个 这个监督 评判员吧 监督都没有 就是我们推动 推动吧 推动一下 但人家知道 就把举报才来给我 对吧 给你写状子了 写状子 那我拿到 我就转给教育部 转给这个 我有什么办法 但是你拿的是什么状子呢 我拿到一份 广东 某一个大学 对吧 这个人家 这个署名的几报 实名几报 电话都留着 我跟他通过电话 他来找 我到广州 他来找过我 这个校长呢 他自己博士生导师 但他还博士博士 这倒没有关系 我们老的 有的是的确是这样 对吧 但他的这个进取性很强 他先指导他的研究生 得了博士学位 然后他也想 拿了那也好啊 但他就找人说 你跟我弄篇 弄我来 那么他找的人呢 说怎么办呢 你校长叫我 又不能不做 干脆就把他学生的论文 抄了抄 交给他 他以为他总发现的 对吧 结果他也好 照答辩 而且顺利的 也拿到了博士学位 啊 这个教授拿自己 带的博士生的论文 这是个大学校长 但是我这奇怪 他自己没有博士 他怎么会带博士生呢 这个倒是这样 可以这样 有的科学院 是他就本科出身 因为以前中国 没有这个制度 那么照理你 已经做了教授 你就不需要在这个 他要拿 拿也就拿到光面 怎么能够这样呢 还是现在 还有大学校长 你是学习红人 他带着博士 真有用 他帮着自己 还有一些院士 联名举报 有公联名院士 我跟你讲 他最后密信 那么学生的论文上写着 感谢师母 某某教授 那么他呢 就给感谢夫人 某某教授 无耻 对吧 这样的人 但是呢 现在问题呢 没有办法 他这个状 高到我这里 以前 他又高到教育部 又高到广东省的这个教委 那么 推来推去 对吧 我有一次问一个 管党的纪委 我说你们为什么不管 他说我们纪委只能管 已经认定的事 现在谁来认定 他是表情 我说钟先生都看得懂 两边如果放一些对照 就知道 一模一样 但是 这他规定怎么呢 你不能这样 总得有这个 那么法院那个推 这个我们不管 所以到现在才没解决 所以我已经说了 如果在这么无耻行为 那我就要向媒体公开揭露 我不怕 对吧 我已经问了这个老师 我说我如果揭露 你们反对 他们也不怕 而且你不做 他已经阴影多了 他们已经开始受到 那个校长的这种迫害 对他 好好好 都在我们这儿揭露 枪向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有个复杂的问题 就也许 就咱们看结果 这人家说了 甭管怎么说 他为什么现代 出不了 像当年五四时候 那么多的学人 陈云雀 大家在说王国伟 学贯中西 这样的人 怎么现在中国 就少之又少吧 再一个大学生 是越招越多 可是实际上 今年要扩招五万 可是实际上 就是大学生 民工化 完全找不到工作了 失业压力 就业压力 那么大 你说这个教育 出什么问题了 那么这里呢 就是大家指标 要掌握好 如果是经营教育 那么他 你知道当年那些大学 一个系有多少人 多人 我的老师告诉我 他这一届 两届加在一起 本科就五个学生 对吧 你怎么有那么大规模的呢 那么一个社会 不管你 物质条件都好 他的精神产品 大概就这一点 有天才的 有超常才能的 也就这一点 对吧 如果你五个人 你如果扩大到五十个人 扩大五百个人 你能到多能行吗 对吧 这是很明显的 你今天 比如说书法 我一个王羲之 就这个扩一个 你不能扩一批吧 对吧 物质财富是可以接累的 精神不一定 对吧 你以前 你说拉小提 我都超过帕克尼尼 我今天来个人 都是都是巴瓦利 规模化生产 生产不出来的 他到一定的时候 才出来的 所以大师 如果真的正够大 本来就多少年 才出一个 就不可能 年年都有大学出来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我没忘记 五四前或这段时间 是中国一个转型时期 一般你看我们的 像我的老师 他们都是一门学科的开拓者 谈其相见 对啊 你比如西方引进或者创建的 都是开拓者 对吧 那么我们也应该平信而论 那刘霍成的从那个学术成果来讲 未必今天就没有超过他 对吧 那我人家有的问我 你跟你老是怎么样 我说我们个人超过他 但是如果我们一个团队 在记忆体成果上 我们可以超过他 对吧 但是不是其中一个人身上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个起点是不同的 那么另外呢 今天的标准 我们要求也高了 对吧 你不能够才停留当初 当初譬如现在 你看有没有英美修科一个宗师 他就从他引进过来 那么他创建起来 那你今天这样这样 具有这个地位 也是不同的 很难的了 所以这也要实施求实施求 那么另外呢 这个人对科学 对这个文化的贡献 他也不是一下子显示 很多事情要等历史来平等 要等生活来平等 比如今天自称大师 或公论大师 可能将来